女人在饭桌上最掉价的四件事 只要你做了一件 瞬间形象全无 经常要陪老公参加饭局的女人 一定要记好了 第一 千万不要总为别人端茶倒睡 你只是要服务好你老公 其余时间呢 端坐着就可以了 因为你就是你老公身份地位的象征 太客气 会影响你老公在别人心里的地位 第二 不要频繁的跟服务员说 谢谢 说一次 之后啊 用点头微笑代替就可以了 太可惜了 会显得你没有见过世面 少说话 给人感觉更端庄更稳重 第三 不要接受别人给你夹菜 要有礼貌的说 谢谢 我自己来就好 谁给你夹菜 你都来者不拒 只会觉得 你这个人啊 很随便 缺少了夫人应该有的端庄 第四 千万别喝酒 一点也不行 因为一旦喝醉 你就形象全无 而且啊 男人谈生意 肯定是要喝酒的 如果你能保持清醒 照顾好老公 并且开车送他回家 所有人都会觉得你啊 特别贤惠 也体现了你男人的地位 你学会了吗 这一分钟